今天让我们首先走进青藏高原的野外驻训场 近日西藏军区某合成旅机动至海拔4600多米的陌生地域 展开成见至跨昼夜时兵时代演练 一起到现场感受一下火力全开的震撼场面 凌晨时分 各作战要素采用洞中编队的方式 向预定地域开进 后方线兵随抵小谷兵的洗澡迅速组织处置 机动途中遭敌洗澡 防敌卫星侦查 穿越染毒地带等十多个克目随机倒条 在整个夜间机动过程中 我们针对高原高寒地区低温缺氧的自然环境特点 通过把背景射针 刻目射蓝 突出情况设置的随机性 有效检验官兵在夜间机动中的精准指挥 快速投送 邻居处图等作战能力 到达目标地域后 侦查分队将侦查数据回传至指挥中心 各火力单元构筑阵地做好战斗准备 多种新型火炮首先对敌阵地进行手群覆盖打击 而后由各型火器组成的运动火力单元 快速前出 摧毁目标 与此同时 突击车攻击群实施火力突击 掩护支援分队开闭通路 提起来方向 发现目标 全部移动 防空分队追踪锁定来袭目标 发射导弹和编织防空火力网拦截抗击 成功摧毁目标 全英注意 105号目标 敌暴露步兵 男主射击 放 左路攻击群 攻击受阻 车载流炮 火箭炮等多种火器 采取骑射 急促射等方式打击敌后方通路 前沿攻击分队在炮火面互相摧毁敌残存目标 演练过程中 我们构成了十多种的敌情对抗 涵盖了时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通过这种全程对抗 全程检验的模式 深入查找我们的短板弱项 夯实训断基础 提升部队在高原环境下的实战化能力 都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那么在气候恶劣 交通不便的高原地区 该如何做到后勤保障的精准高效呢 在西藏军区青藏兵战部日前组织的一场 后勤保障眼帘当中 无人机风群的精彩表现 就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 接到热食前送保障命令后 野战趋势挂车 主副食加工车等多种车型 快速展开 按照四菜 一汤 两主食 一水果 一饮品的标准 短时间内就制作出了 可供数百名官兵食用的饭菜 在完成标准化分装后 热食保障分队迅速完成装载送往前方 但刚出发没多久 汽车分队就遭遇到了突发敌情 动摇动摇 前方道路受损 车辆无法通行 请指示 无人机分队迅速将受损车辆物资前送 无人机分队集成无人机风群 装载配送物资 分配任务 乘组向高南点位进行物资热食投送 这次演练官兵们在规定时间内精准完成热食保障 空地联合投送演练课目 探索军事物流保障新模式 看完了合成旅的火力全开 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炮兵旅的重拳出击 在西藏军区某炮兵旅近日展开了一场多弹种 实弹射击演练当中 新型车载155自行加流炮首次亮相 这款新型火炮曾在去年的国庆阅兵当中 驶过天安门 下面就让我们一睹它在演训场上的风采 在夜色掩护下 新型火炮分队向目标阵地快速机动 我们以前的炮是牵引火炮 需要一个车拖着跑 转弯爬坡都比较困难 现在这个炮属于车载火炮 相当于直接把炮放在了车上 机动起来就方便了很多 到达射击阵地后 官兵利用火控系统完成炮位构筑 火炮自行解算射击猪元 一键完成瞄准调炮 只需要按一下这个自动释放键 它就可以做到液压降炮 放住厨 完成炮位的构筑 从而为我们实现了真正快打快撤的能力 更大的提高了我们炮兵的生存能力 我们这个炮配备了半自动装填系统 像我们高原作战 体能消化本来就比较大 这个弹也比较重 有个送弹机 我们官兵更省时 更省力 联系作战能力也有了很好提升 还有我们配备这个一键 瞄准装置 瞄准时间快了 精度也提高了 打击目标也更快了 射击中官兵们首先对目标 进行覆盖式打击 而后分别进行拦阻射击 以及发射照明弹等试验性射击 充分检验各弹种的高原作战性能 阵地注意 西南方 二线作假不标 立即转移 实施反击 一轮打击后 官兵们充分发挥新型火炮机动优势 转移炮阵地 再次实施火力打击 此次实弹射击 我们以舰苗和磁苗两种方式 充分检验新型火炮的高原作战性能 它拥有高自动化和高精度的同时 口径也更大 威力也更强 暂时必将更好地发挥我们的火力优势 近日 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 海军第35批护航编队 组织太原舰 荆州舰 潮湖舰 展开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编队指挥控制 战场感知 活力打击能力 在训练中得到锤炼 导弹驱逐舰太原舰 发现狄默制导雷达信号后 立即借助干扰弹实施干扰 各5机系统进入战斗状态 官兵们综合运用雷达光电设备 快速捕捉锁定目标 利用副炮对空中目标进行射击 准备 通过对空抗击训练 进一步检验了 不同根次指手的快速反应能力 训练中 编队海组织荆州舰和潮湖舰 进行了轻武器实弹射击 和舰炮对海面扶雷射击 检验各级指挥员 实战环境下的协调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 一路航行一路演练 正在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 海军第36批护航编队 利用航渡期间展开海上轻武器射击 手雷投掷 突击营救等科目训练 首先进行的是小组战术射击 特战队员相互掩护 采取多种射击姿势 对目标进行射击 我们由原来的缅远射击 转变为战术背影下的直向射击 利用舰艇本身摇晃的幅度 抓住有力时机果断激发 形成火力压制快速杀场目标 在重极枪 狙击枪射击训练中 官兵对海上移动小目标 进行拦阻射击和警告驱离 射击过程中 他们要克服强光照射 以及波光反射带来的不利影响 射击训练结束后 舱制搜索与突击营救训练随即展开 队员们熟练使用战术手语 密切配合快速锁定目标 并成功将其制服 通过组织海上实战化训练 强化了特战队员的即战术水平 提高了应急处动能力 为圆满顺利完成护航任务 打下坚实的基础